大家好老韩,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的会员频道目前有两位会员朋友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大家都有疼儿女的心 上期那个视频,我一嘴带过了一些立志车的情况 讲的比较出线条,引起了一些朋友的误会 关于立志车这个情况,几年前我就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视频 跟大家聊过了,可能有老观众还记得 立志车又曾长期租赁 在市场上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解读 但就我看来呢,它是在市场充分竞争的情况下 厂商对客户进行细化的一个结果 厂商的这个立志政策呢,主要针对的是 平时使用公里数比较短,使用里程数比较短 那使用年限比较短,就换车的一部分的客户群体 新车给你按约付租金,到期了呢,再把车还回去 这个是立志政策当时设计出来的一个正常的路径啊 然后你在这三年或者在这使用阶段呢 你支付的租金仅仅是比这个车辆的折旧 稍微高那么一丢丢,不会高的很夸张 如果高的很夸张呢,大家就不会立志车了 那当然也不会低于这个折旧了 低于折旧,你厂商不合适了啊 跟分期付款的区别呢,就是分期付款 你的付款基数是整个车辆的价值啊 那这个立志呢,你的付款基数 就是你使用这几年你要付出的车辆价值 那对于厂商跟低热的好处呢 就是一个是可以增加它的销量 第二个呢,就是在使用了一定期限后 这个车呢,还可以再回流到销售体系当中 作为二手车进行二次销售啊 而且大多数的立志车的车况 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今天我想讲的,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在评论区里聊的比较多的 就是车到期了怎么办啊 那按照正常的程序呢 就是你这个车在使用了三年 或者一定期限之后呢 你这车要给人还回去 这个是正常的一个设计路径啊 那在还车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目前市场上呢 有两个门派啊 一个门派呢,就是检查的非常严 这个呢,多以德系车为代表啊 它有详细的目录 你哪块坏了罚多钱 哪块坏了罚多钱 德系车一般对车检查的 还是非常仔细的啊 那另一个门派呢 就是以日系 尤其是以丰田系为代表的 他们回去呢 对车辆检查的不是很严 基本你车辆回去了 大差不差,它就可以收了啊 而且大家在签订租车合同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隐性的费用 比如说在你还车的时候 如果你不继续选择 该品牌的车辆继续租赁的话 你可能要有一个小罚款啊 有一个300多块钱的罚款 每家不一样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费用 这个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合同来啊 反正还车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些讲究 有一些说法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合同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买断 这个买断呢 比如说到期或者没到期 你比较喜欢这个车 或者你觉得把这个车还给它 你不太划算 那你就可以买断 这个呢 你就要登录你贷款方 金融中心那个官网 然后登录你的账户 它会有买断那个选项 根据那个选项指导 一步一步来就可以了啊 这个比较简单了 第三种呢 就是一个非常规的方法 也是上次我提到的 就是车辆还没有到期 临近到期 我就把这个车给tree in了 这个可能也是上期视频 引起大家比较困惑的一点 那如果要提这个问题呢 就得牵扯到一个车辆残值的问题啊 那在美国市场缺车之前呢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美国市场 汽车市场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平稳的 那像例子政策呢 它三年让你付出的租金 基本等同于你这个车三年的折旧啊 高也不会高得太离谱 那当你三年左右 当你要还车的时候 你这个车辆的残值 就是在市场上能够卖出来的价格 基本跟你欠 贷款方的价格差不太多啊 这样呢 你如果在市场上把车卖了 你基本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有的品牌呢 你可能还要亏一些啊 那是怎么引出来 把这个车辆催地 你还能获利的呢 就是因为车辆的这波缺车潮 涨价潮 那在涨价之前 大家清楚 大家那个时候的车辆价格都比较低 然后你立着了三年 那到三年之后呢 遇到了车辆涨价 缺车潮上来之后呢 车辆开始大幅涨价 那这个时候呢 你到期之后想卖车 你这个车辆残值 在市场上的评估价值 就比你欠贷款方的价格呢 要高了很多啊 那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利润差 那这样谁还会把车还给贷款方 不就把车都卖了 还要赚一个差价吗 对吧 那大家清楚 我在那个阶段 例子的那几台车呢 我就都没有还给品牌方 在车辆到期之前呢 我就把那些车全部都催定了啊 这样我还能有一定的利润 我在催定之后呢 他还会找我一些钱 因为这个车当时在市场上的残值 市场上的评估价值 比我欠品牌方的钱 要多了很多 上次说那个330要卖掉 我还要给他钱 并不是说 我要把这个车正常还车 我还给宝马公司钱啊 不是这个意思 上次呢 我可能没讲清楚 是因为上次那个330 临近还车的时候 市场上对他的评估价值 是远低于 我欠宝马金融公司钱的 所以如果我要把它卖掉 我还得给人宝马金融公司钱 是这个意思啊 正因为市场上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 目前各个厂家也应对这个利润 出台了不同的政策啊 比如说像雷克萨斯 像缺车之前呢 滩家的价格都比较好 包括利润政策呢 经常会有一些好的利润政策啊 而且雷克萨斯当年呢 是跟奔驰宝马小心翼翼的保持着一个价偿 即便在利润政策上 跟宝马奔驰也保持着一定的价偿 但近两年呢 雷克萨斯雄起了啊 大家清楚 自从缺车以来 滩家车也不愁卖 好像对这个利润不太重视了啊 而且利润政策非常不好 目前看可能日系 尤其是这个雷克萨斯 买更划算一些 利润呢 可能不太划算啊 至少在达拉斯来看 我觉得是这个状况的 但是呢 像丰田雷克萨斯比较好的是 还车的时候是真痛快啊 没有什么不痛快的 不会细着白牙的找你毛病 那像之前经我手的 丰田也好 雷克萨斯也好 就是你到期之后 如果你不想还车的话 你把这车卖给谁都行 他们接受任何的第三方的支票啊 这个还是比较大度 那相对应的 目前有很多品牌的金融中心呢 他在租车之前就跟你签订合同了 在你还车的时候呢 如果你不想还给他 你这个车是不能卖给第三方的 比如说你在BMW 立赛了一个车呢 你如果三年到期 你不想还给他 你是不能卖给雷克萨斯地雷的啊 你只能卖给BMW的地雷 或者说你自己买断 他不接受第三方的支票 当然有这个规定呢 不只是BMW 有很多品牌都有这种规定 大家在立资之前 一定要搞清楚 那如果你手里有个BMW立资车的话 到期来你还不想还给BMW 那你能做的第一个就是给他买断 自己买断啊 自己买断之后呢 那你是想卖是想留 这个就看你自己了 那如果你还不想买断 嫌麻烦 还想把这个车卖了 觉得有利可图 那你就得找到一家 这个经销集团里面 有BMW授权经销权的 这么一个经销集团啊 他可能会在这个集团里 一些品牌里给你运作一下 再不呢 你就是到BMW推定 然后再立着一个新的BMW 上个视频放出来之后呢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没想到 把那个330到期之后还回去 因为我呢 亲身经历过几次 宝马对立资车收回来之后的 检查的一个过程 我也非常详细的 看过他那个赔偿的价目表啊 那检查的相等系 这是一方面 另一个呢 他赔偿那个点非常多 包括你轮胎的花纹 包括你窗屋上玻璃上 有没有多大的点 多长的点 车身上有没有什么划痕 有多长的划痕 赔多钱 相当仔细的啊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用team的话讲呢 就是谁也不想把车还回去之后呢 突然冒出来几张账单啊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把这车卖掉 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 那还有频道的老观众问我 我那个330当时不是有一期小事故吗 如果这个小事故 对于我还车是否会有影响 那例子车呢 除非你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 有一些明文规定啊 一些特别细的规定 如果没有这些规定呢 那大多数的时候 就是这个车 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如果发生了事故 你把这个车修复的跟之前一样 跟之前的状态一样 就没有问题啊 当然除非你们有特殊规定 或者这个事故特别巨大 那就要另讲了 今天呢就聊到这 最后呢 还是要感谢我那两位会员朋友 对我的大力支持 谁家钱也不是大方寡来的 感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各位朋友 一路以来的不离不弃 以上视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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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